启示录第16章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把成神大陆的七碗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 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二而且毒的窗 生在那些有受印记 拜受相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 海就变成血 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 与种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种水的天使说 习在今在的圣者啊 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他们曾留圣徒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 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判断亦灾 成灾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所烤 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 将荣耀归给神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深的疮 就亵渎天上的神 并不悔改所行的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 又花拉底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我要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 瘦口 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歧视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 聚集征战 看啊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那三个鬼魔 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 叫做哈米吉多顿 第七位天使 把碗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 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 说 成了 又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 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 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众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宝子 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约众亦他连得 为这宝子的灾极大 仍旧谢毒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